林佑昌知道自己不夠力 林佑昌知道自己不夠力之後 開始找家人 在網路上散播假消息 下個禮拜卻要在基隆的國門廣場 放旋轉木馬 1900萬 結果基隆市府就直接講 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全黨就義人 現在是全家人 就義人 叫林佑昌 罷免案這件事情假如失敗 林佑昌要選新北市 基本上也結束了 也不可能了 因為賴清德不會給他選 正當林佑昌 正當民進黨 正當林佑昌的家人都開始急了 擔心林佑昌沒有下一步的時候 藍營的資產能做的是什麼 就是勇敢的站出來投票 投下那神聖的一票 好好的去反擊教訓民進黨 你以為柴狼團體 你以為現在的林佑昌沒招了嗎 我跟你講啊 林佑昌雖然沒有出來 林佑昌雖然只會躲在鍵盤後面 當鍵盤俠 不斷的講一些廢話 講什麼東岸廣場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但是都無助於基隆罷免案這件事情的成敗 因為已經跟林佑昌沒有任何關係了各位 已經沒有關係了 因為這一場罷免是不具正當性 所以他這件事情呢 已經徹底的提前宣告失敗了佑昌 OK這麼簡單嗎 為什麼會這樣講 來希望擊霸不會過 大家都很關心 那我繼續講喔 我們的差狼團體喔 昨天我來講說 他們說這個同意票可能會低於不同意票 合理嘛 因為他們說民進黨沒有介入嘛 啊結果他們怎麼講 他們說他們這幾天 會加強文宣力道 希望市民可以看到罷免方提出的理由 降低國民黨不斷在告訴大家 民進黨選書想要重選的觀念 不就這句話有問題嗎 民進黨不就是因為選書 才想要重選嗎 他們不就是把謝國昌當一個宣洩 的一個出口嗎 當一個宣洩情緒的一個管道嗎 對嘛 所以我就講嘛 這個沒穿內褲就講啊 穩的啦 罷免不會過 因為大家看清楚 你們差狼團體跟民進黨的勾盪 看清楚你們的假面目嘛 對不對 太噁心了嘛各位 那我就講 結果我們國民黨呢 也非常厲害啊 我們是 國民黨是首士嘛 那首士方當然要整理一些資料啊 結果就發現一件事情了 沒想到這個差狼團體喔 光是一個月 在臉書喔 就大撒幣了 19萬元的競選高額廣告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19萬這個臉書廣告 錢從哪裡來 只單單只靠募款嗎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說民進黨沒有介入嗎 你說林佑昌沒有自掏腰包嗎 我不相信 完全不可能嘛 而且你要想喔 他們下這一個月19萬的廣告 臉書廣告 比當初 蔡適應 選市長下的廣告 錢還要多 代表著什麼意思嗎 代表著就是說嘛 我的民進黨 很看重這一次的罷免案嘛 那既然看重這一次的罷免案 那你要 那你要有一種破釜沉重的絕情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啊 所以我就講嘛 國民進黨也好 謝國安也好 接下來這關鍵這幾天 絕對要好好的守住 好不好 絕對要謹慎以對 不要大意了 因為大意失精中 我跟你講 民進黨澳伯很多啦 你說民進黨澳伯從哪裡來 來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最近大家也在講說 也是很誇張 來來來來 來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蒼神 這個自以為是 這個年輕的時候是玄冰嘛 這是林佑昌 這個是林佑昌的妹妹 那他的妹妹叫林婉芝啊 各位他妹妹是一個插畫家 大家有沒有知道這個 這個熊獅的蠟筆喔 有個奶油獅你知道嗎 那奶油獅就是他妹妹畫的 他妹妹就是一個插畫家 那你說我為什麼要提這個插畫家 我為什麼要把他妹妹翻出來呢 因為欠翻嘛 因為林佑昌知道自己不夠力嘛 林佑昌知道自己不夠力之後 然後開始找家人 在網路上散播假消息 所以就是嘛 我們講啊 以前以前講全黨舊藝人喔 現在是全家人 舊藝人 叫林佑昌 因為罷免案這件事情假如失敗 林佑昌要選新北市 基本上也結束了 也不可能了 因為賴清德不會給他選 連基隆罷免案 我交在你身上 你都可以搞輸了 你都可以搞砸了 請問一下你林佑昌 你過去想說 你在八年在基隆做得有多好 誰相信啊 你相信嗎 你是賴清德你相信嗎 鬼才相信耶 對嘛 所以我想嘛 現在他林佑昌不夠力之後 開始妹妹覺得疼惜 也開始在網路上 散播一些 對謝國良造謠的消息 你知道他散播什麼消息嗎 來我給各位看 真的是夠噁心啊 來來來我們這個 這個處理啊 給大家看一下 來來來來 來 我們這個林婉芝喔 林佑昌的妹妹竟然這樣講 說 再次提醒大家 謝鐵柱 想跟中國在基隆雙城論壇 有人跟你這樣講嗎 對不對 有人這樣講嗎 有人有說要做嗎 對不對 抹黑嘛 造謠嘛 再繼續 基隆是軍事要地耶 是要參觀軍艦嗎 可以說參觀就參觀嗎 不用經過國防部同意嗎 基隆市府同意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直接進營區裡面嗎 隨便的人都可以進去看軍艦嗎 是不是講嘛 林佑昌妹妹也急了嘛 林佑昌急了 所以拜託她妹妹也幫忙投入這一次的罷免選戰嘛 所以我說民進黨的奧博 現在才要開始啊各位 沒有這麼快就結束了啦 是不是講 在10月13號之前這幾天 尤其的關鍵 如果大家想要給民進黨或者是給林佑昌 狠狠的一巴掌 那麻煩10月13號你就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我不管你是同意還不同意票 假如不同意票 遠大於遠高於同意票的話 代表就是給民進黨一個徹底反省的機會 一個徹底反省的教訓 讓他們知道 惡意罷免 仇恨性罷免是不對的 林佑昌你下課了 你結束了 不要在那邊抹黑造謠 那你都出事之後還有講什麼 來 你繼續看 哇 他妹妹竟然在這個 基隆人 基隆語的這個群組 網路群組想什麼 鐵柱就講謝國良 謝國良的夢想 摩天輪被罵翻了 因為怕被罷免案暫停了 下個禮拜卻要在基隆的國門廣場 放旋轉木馬 一千九百萬 結果基隆市府就直接講 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完全是不實消息 我們從來也沒有要這樣做 所以我就講嘛 謝國良的基隆罷免案 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了 正當林佑昌 正當民進黨 正當林佑昌的家人都開始急了 擔心林佑昌沒有下一步的時候呢 接下來 國民黨能做的是什麼 藍營的資產能做的是什麼 就是勇敢的站出來投票 投下那神聖的一票 好好的去反擊教訓民進黨 哈囉大家好 感謝您收看我們中天 二台用心製播的節目 喜歡的話呢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 並可以持續的在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同一個時間喔 繼續的來收看我們精心製作的節目 那現在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產品喔 那就是中天保養品牌 Ks所推出的最新產品 Ks抗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有避免藍光神盾的 照照直萃 能防禦環境裡的3C產品 以及各種光源 對於我們肌膚 所造成的各種傷害 還添加了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我們的肌膚持續的活化 繼續的維持年輕 而這支Ks抗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呢 不論是在你出門的時候 或者是你出去遊玩到海邊 絕對都是非常必備的一項利器 365天呢 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讓你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靈一瓶就能搞定 您的保養日常就交給Ks吧 好了一定很多朋友會問說 這擦起來到底會不會像 坊間的這個防曬乳啊 有點黏黏的 或者是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放心放心 完全不會 因為這支產品喔 它擦起來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完全不黏膩喔 不含商料 所以這個兒童 孕婦 甚至全家人都可以來使用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請到快點GO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852 將賞有更多折扣喔